世界十二將來到了八強副賽 預賽物戰全勝 登上A組第一的加拿大 要在台中的中級球場 和B組老師墨西哥 爭奪前進東京的門票 前攻的墨西哥 開路先鋒Madrano 靠著遊擊球的守備數率先上壘 並且展現快推挑戰補守成功 上到堆領圈 在一出局情況下 第四棒的Sosa 掃出左腕野方向安打 要看看這個本雷攻防戰囉 加拿大這邊回傳 已經來不及了 墨西哥首開記錄一比零一千 紫亂陣交掉分 確實讓楓葉大軍有點亂了手腳 打擊的部分也有點悶 前面五局只有兩局的零星安打 沒命打破壓彈 直到六局下半才終於展開反撲 兩處局跑著分寨一二雷 中心棒刺Tossoni 中間方向的傳遠安打 順利幫助球隊半平比數 也依照球隊在比賽前段的比起壓 下一棒的Kahadrat 在補上左外野的安打 加拿大這個半局攻下了三分大局 超前比數 也終於展現他們在預賽的旺盛騎士 只不過加拿大開心沒有多久 在八局上半奏一口驗 後援投手Amont一上來就投了畜生球 接下來被大人的野安打 隊友的守備也不是很幫忙 讓對手趁勢攻佔滿雷 Polres這個一連方向彈跳球 一連手側身沒能擋下來 整個守備失誤 讓墨西哥覺得二比三 只有一分差距囉 在兩處局的情況下 眼看遊擊會過關 結果加拿大的遊擊手 詹米森很不捧場 這個失誤虧大囉 墨西哥哥連圈上兩名跑者 偷偷跑回來得分 四比三再度要很優勢 加拿大的內野守備不給力 攻守讓出領先怨不得別人 就看他們八九兩個半局 能不能用手上的棒子討回來 八局下半他們無功而返 九下的最後反撲 前兩名打者分別是滾地球 以及被三陣出局 最後的希望落在帶大的摩根身上 結果墨西哥的後援投手Boradino 漂亮的賞給對手再減三陣 靠著加拿大整場比賽 相當要命的三次守備失誤 墨西哥最後四比賽逆轉一角 爆冷的晉級四強 也賞給加拿大最要命的 唯一敗仗 來支持郭靈陽 黃豪欽 總數號的好